孙小梅1966年出生于上海艺术世家,父亲是指挥,母亲是舞蹈演员。 她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小提琴,同时接受声乐舞蹈的训练,也因此孙小梅身上显示出了独有的书香气质。 她16岁便成为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高材生。 在孙小梅的职业生涯中,1993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。 那一年,她作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赴台湾采访拍摄的电视节目主持人,在宝岛刮起了一股孙小梅旋风。 在这短短的15天采访拍摄里,孙小梅的足迹遍及台北、台中、花莲,并对台湾三大电视公司进行采访。 1998年,在孙小梅工作状态和影响力都达到最佳的时候,她出人意料地做出出国留学的决定。 后来孙小梅学成归国后,又回到了央视继续主持电视你我他,孙小梅还被评为央视十家主持人。 作为一名主持人,孙小梅无疑是成功的,因为天生一副好嗓子,她也经常被认为是歌手。 其实多彩多艺的孙小梅,在美术创作上也颇有成果,她最擅长画国画。 又以擅长画荷花而闻名,孙小梅的多部作品都很有知名度,还曾经和赵忠祥、朱军等开过联合画展。 如今已经51岁的孙小梅,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,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,一家三口生活幸福。 孙小梅老公是个海归,据说孙小梅老公比孙小梅年龄还小了两岁,属于姐弟恋。 现在的孙小梅一如既往地继续着自己的节目主持事业,虽然驾轻就熟,但却屡屡创新,尽管如此她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,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,希望今后的努力能够得到观众的更多认可。